大家好,这里是何川 我们继续来游玩之前的大秦系列 在上一期里,我们的秦国最终来到了世界第一列强的位置 已经牢牢的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现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已经可以延伸到中亚地区了 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 到了1516年的1月2日 北侧的强大游牧韩国霍在经历了与我们一战之后 好像游牧权威获得了大幅的下降 所以他们内部就迎来了一次大的分裂 可以看到诸多的小的游牧部落 再次的在北边的土地上开始互相兼并 这显然是我们也向北征服他们的一个大好时机 那么就让我们大秦的铁骑来征服这些北方的游牧民族吧 由于之前的太子不太能胜任国军的位置 所以说女王陈欣就选择废除掉了那位继承人 现在这位女王又与国公拥有了新的血脉 我们秦国上下所有的私人顾问都评价她聪明伶俐 这是一位才智双全的女儿 名为陈明月 好像正有去夺取大明镇头的意味 既然大明气数语境 相信在我们的秦国公主 未来的女皇陈明月的带领下 秦国才会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 如之前所说我们的秦国开始朝北部的诸多游牧部落发动进攻 现在已经吞并掉了两个小的游牧部落 并且已经拿下了叶尔枪 这样整个塔克拉玛干周围都已经成为了秦国的领土 塔克拉玛干也被我们宣称为了势力范围 并且在对外扩张当中 我们的领土数量显然也是获得了提升的 发展度也来到了1000点 所以说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帝国等级的政府 目前的秦国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大秦帝国了 可以看到所有中华文化族已经全部被我们接纳 现在我们则要来接纳新的殖民主义思潮 这种来自于西方的先进思潮 似乎在我们的华夏土地上早就传播开来了 所以说我们的科技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我们的秦国达到帝国等级制服 实在是一件全国的大事 所以说我们的女王陈兴就决定来确立一个新的年号 此刻就是我们大秦帝国真正站上世界之巅的开始 那么自然年号就定为原始 公元的1517年就是原始原年 在我们来到了18级的行政科技之后 就可以在全国上下推行一项新的理念组了 刚刚确立年号的女王陈兴 就决定来全国上下推行新的宗教理念 虽然说是宗教理念 但是在我们东亚地区的具象化表现 则是我们目前的古学思想 之前也说过了 这种古学是为了解放人们思想所设立的 所以说我们的宗教理念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将这种解放思想的思维传向更远方 我们日后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在亚洲地区 所以说宗教理念能够提供给我们圣战的借口 我们就可以将古学的竹子百家思想传播到更远方了 而且这还能强化我们的传教强度 更好的让这些迷途之人解放思想 最终在吞并了准嘎尔以及蒙古韩国之后 我们的领土朝北部和西侧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 现在由于我们大量的行政事务都被安放在了整个国家的西侧 所以说国内的官员就向我们的女王陈欣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目前的首都实际上是在西安的 是否考虑将这个首都圈到东皇去 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照顾整个帝国呢 毕竟西侧的东皇目前看起来才更是我们秦帝国的中心啊 显然从目前的这个政治局势来看 在东皇建都更符合我们大秦帝国的各种利益 而且我们执行这项迁都决议也会让东皇附近获得大量的发展度增长 东皇这座城市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建设的中心 它本地的建造花费发展成本都会获得大幅的减免 在这里建都还能沟通我们整条丝绸之路 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贸易效率 以及还能够给秦国带来新的商人团队呀 只是非常可惜我们目前所有的宗教思想并不能允许我们修建 伟大功臣莫高窟但是这项迁都决议显然还是十分正确的 这座新的大秦神都是一个务实概念的城市 满是精心规划的紧状街道 关属军营规矩的安置在城北面 可以看到这正是我们向西贸易的一个关键节点 到了1521年的1月1日 我们的秦国也进一步的往蒙古及满洲地区 征服了大量的游牧部落 现在我们的班族变得愈发的大 而且我们也在大秦神都敦煌建立起了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受益于丝绸之路的影响 我们所处的整条丝绸之路上都拥有这种大大小小的枢纽 每一个枢纽都会提升当地的商品产出 当地的贸易价值 以及在当地可以有很好的丝绸传播啊 虽然我们之前选择的丝绸之路路线是走天山以南去往大石 也就是波斯地区啊 目前最西侧来到了萨马尔汗 但是在塔克拉玛干南部 以及天山北侧的阿拉木图 包括这边的图鲁番 他们当地的人民都认为加入丝绸之路的贸易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他们的安全 以及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啊 所以说在我们贸易的西侧 就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人们 连带着这整个市政不断的加入我们丝绸之路的贸易大家庭当中啊 这可谓是促进了多方的合作共赢和经济发展 实在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们的部队已经扩变到了120K 除了有一支禁卫军要镇守我们的成都敦煌之外 我们剩下的90K大军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对齐国宣战了 由于无法直接对大明宣战 所以说我们得先对齐国宣战 由于齐国的声誉在诸多中文中非常的差 所有国家都不愿意相信他 那么他对朝鲜的求援自然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复 就让我们对齐国宣战 我们开封的汉中军一路直取衍州 在北部的顾元军一路直取天津 在宁武的兰州军可以直接去进攻 齐国的附庸国戴国 他们的王都大同也是长城的一部分呢 还是相对比较难为攻的 即便敌军的要塞是比较坚固的 但我们只用了54天就拿下了天津的要塞 正巧现在就进入了宗教改革时代了 我们的秦军与齐国的军队第一次交战 双方的军事事量差距是绝对性的 虽然说我们有一定的数量优势 但是双方的战损比一度来到了1比12 这就是绝对的军事质量优势了 再加上有兵法理念的加持 我们的将领能力也十分的卓越 陆军传统更是直接在战事来到了整整100点啊 不过看起来我们算是低估了些许齐国的陆军士气 他们的军队作战意志也十分的顽强 尽管没有我们秦军纪律严明 但是他们也不是轻易会投降的 这也是我们难以在优势兵力的情况下 全坚敌人的原因啊 由于在战场上损失了太多的兵力 所以说齐国的投降意愿已经变得非常的高昂 我们对齐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以胜利高中啊 双方的数量和质量实际上都有所差距 那么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再进行无谓的战争 造成无谓的伤亡了 即便我们的后备人力还是基本缺近于上线的 非常可惜 无论我们怎样获取领土都无法吞并掉齐国太多的领地 因为在顺天附近的整份发展度实际上都不算低 而且我们始终在受制于明廷的秩序没有崩坏 即便我们女王成星的帮国权威已经相当之高了 但是能够拿取的省份数量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无奈我们只得与齐国签订这样的条约 不过这样一来大明就与我们正式的接壤了 而且我们在齐国境内已经刺探到了足够的间谍网进度 可以来伪造顺天的宣称了 不过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大明的宣战居然视为对齐国的宣战 双方是会有一个停战条例期的 而我们之前与齐国签订了整整100分的战争协议 所以说这个停战期长达15年 我们的秦国则要考虑在短暂休整之后 拥有足够的行政点直接去破停战条例来对大明宣战了 到了1525年的5月13日 我们正在进行休整当中 没有想到之前进一步带领秦军征战 开拓思路的女王陈兴在40多岁之时就去世了 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悲痛啊 但新的女王陈明月上位之后 着手对国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改革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轮新的政治理念选择了 之前是为了降低全国的叛乱度 而且有征兵需求 所以说着重的推行了法家的理念 现在由于我们接连要进行战争 所以说自然是选择一些军事的名家思想比较好啊 不过我们的陆军职业度已满 兵家显然不是非常的适用啊 陆军传统也是相当之高的 我们就来选择墨家 这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陆军损耗 从侧面补充我们的人力以及我们的经济情况 而且还能够带来科技花费的减免啊 我们就将遵循墨家的教义 虽然墨家最为著名的思想是奸爱非公 但是我们的秦国只会选取 对我们秦国有利的思想所用啊 新的大秦帝国女皇陈明月 在帝国中的位置自然就是野心勃勃的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来尝试征服大明了 公元1526年的5月5日 我们正式的来起兵反抗大明 虽然说代价相对还是比较沉重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显然这种直接对大明宣战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对大明的宣战在整个大秦帝国国内的世子们心中是一件非常罪恶的事情 我们的士兵似乎也不太愿意去直接围攻顺天府啊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但是在这种负面影响的加持下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拿下顺天府的 不过对其他省份的征服基本就不现实了 当然我们也只需要大明的首都顺天 因为只需要大明不存在 我们便能自己奉天成运 成为新的中华天子 到了1527年的11月11日 我们现在可以来与大明议和了 由于特殊的天子国形势 所以说我们无法单独的对大明宣战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拿取顺天啊 那么在这一天就让我们正式的来让明廷灭亡 夺取顺天 这样大明便不复存在了 虽然在这个原本的空想剧本下 北明的灭亡是1705年 但是在1527年 实际上明廷就已经灭亡了 此刻南方的吴国 他们自称为大明忠臣 选择匡富大明 因为明廷已经正式灭亡了 他们立刻就成立了大吴 好像要与我们的秦国争雄啊 不过双方的军事实力 应该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们也不必过多的担心 令我们感到十分失望的是 即便明廷已经消失 但是好像目前的吴国 已经宣称要重建大明 所以说这个明廷秩序仍然没有崩坏 我们来获取这些诸侯的领土的代价 依然是十分高昂的 此战我们所获的领土也十分的有限 由于我们想要将之前的仇人 唐国完全灭亡 所以说主要是先来拿取他的三块领土 然后就这样简单的一盒吧 这样我们也获取了天津这个重要的港口 此战之后 由于大明已经不够存在 而我们的城市数量 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任务要求 那么就让我们正式的来奉天成运吧 现在我们的秦国在目前的四世女王 陈明月的领导下正式的加冕为皇 这种称帝的行为显然会引起诸侯的普遍不满 但是我们的秦国显然是有实力去对抗所有的诸侯了 即便我们最大的敌人 目前宣布要重建明廷的大吴 已经打到了朝鲜半岛上 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轻松的击败他们的 秦帝国将正式的宣称为大秦帝国 并且我们的国家理念将会进行新一步的革新 由于之前的理念组已经推行的相当之多了 所以说我们的所有国家理念 都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部推行到整个大秦帝国的人民心中的 现在的大秦帝国使用的是陈秦的理念 显然我们这已经是非常强盛的陈秦时代了 国家传统和野心能够带来大量的陆军损耗兼免 训练度的增议以及行政效率的增议 不仅如此 我们在军事方面还拥有着强大的陆军士气 人力恢复速度增议 大量的国家兵源修正以及非常强力的我们的西北铁骑 直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骑兵火力的增议 这种恐怖的增议可以保障我们的骑兵能够给敌人带来骇人的冲击杀伤 而且由于我们前任的几任秦国君主都在国内大兴水利恢复农耕 所以说我们已经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未来国内的一些新的建筑和一些奇观的兴建 代价就会更加的低一连 而显然我们此刻大秦帝国的正统性 远比我们之前在战国真雄早期的秦国要强上不少 自然让其他诸侯和他们境内的人民臣服的代价也更加的低 核心化花费也获得了大幅的减免 我们建都敦煌了之后 整个大秦的版图也获得了大量的提升 自然我们也分配了更多的官员来管理我们的行政容量 最后作为我们成秦的神都敦煌 则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被后世称为敦煌时代 作为东西方文化汇翠之地 新式的竹子百家思想 交汇的神都敦煌 可以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科技发费减免 我们人民的觉醒速度也会更快 自然我们大秦的理念是十分强大的 而且着重于军事侧 所以我们是完全不担心大胡的 他们的能力可能更多侧重于海军和殖民上 类称得上是东亚的西班牙 因为可以看到的是 他们的国家已经提供了一点炮兵火力的增议 相信在专制主义时代或者是大革命时代 他们的军队会进一步的发光发热 但是在现在是远远无法跟我们的秦军铁骑所相比的 不过明廷秩序仍存的情况下 想要快速的灭亡大无 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还要另寻他法 在我们正式的建立大秦帝国之后 友王陈明月准备来对国内的军事组织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我们准备来实行复兵制 因为我们秦国的王冠领地程度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 我们目前的中央集权程度已经远超了其他的华夏诸侯 那么这种征兵制度最好的好处就是能够带来额外的陆军士气 还有部队维护费的减免 因为辅兵制实际上是兵农合一的 而且部队操练度的损失也会有一定的减免 我们就可以维护一支长射的强大的职业化军队 我们在休养期间又吞并了两个小的战国诸侯 由于北方的俄罗斯正在帮助我们整合一些游牧国家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暂时不往北征了 而如果我们继续难征的话 受制于民庭秩序所获的利益始终是有限的 即便在宗教改革时代拥有宗教战争也无法事半功倍 所以我们就准备进一步的来牺牲思路 首先就是来对布哈拉宣战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更好的获取河中的领土 让我们来夺取突厥斯坦 到了1537年的7月17日 我们的秦军已经远征到了克里米亚地区 这样与布哈拉的战争最终才将结束 可以看到在没有所谓民庭秩序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所能获取的领土数量实际上是非常之多的 这样我们在北部就与俄罗斯全面接壤了 不过俄罗斯显然不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对手 到了1544年的5月4日 我们正式的来对河中宣战 由于我们的宗教理念已经完成 所以说我们可以以圣战或者是外王之道的宣战借口 来对这些异教徒国家宣战 因为他们没有领略到我们秦国目前先进的古诀思想 所以说我们是来解放他们的思想的 我们仅花了17天就拿下了河中的首都要塞 撒马尔汗 显然这些中亚地区的国家在这种特殊的时间线下才是最为弱小的国家 因为不管是西欧还是我们整个东亚地区获取的思潮都是十分的先进的 唯有印度和中亚国家相对接纳思潮的速度是最为缓慢的 所以自然他们科技也最为落后 他们的军队与我们已经更新过编制的秦国铁骑来说 是根本无法比较高下的 我们每次的要塞围攻都十分的迅速 然后对河中的军队也可以在极低损失的情况下全歼敌军 好 现在我们来与河中议和 此战我们不仅全面吞并整个河中 还可以来拿取部分胡罗山的领土 我们就成功的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伊朗高原上 可以看到奥斯曼也在积极的东征 相信双方的军队最终会在伊朗高原上会失 而他作为我们目前的宿敌 我们未来肯定也是要征服他的领土的 正当我们结束了一次新的西阵之后 我们才发现这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完全就变了天啊 西国仅凭一举之力就完成了基本上对整个女帧部落的整合 然后还在积极的对俄罗斯开战 可以看到这里是齐国对俄罗斯宣战战 由于齐国跟我们近了 所以说四朝接纳速度是十分之快的 齐国领先了俄罗斯整整三级的军事科技 所以说在数量优势的情况下 俄罗斯反而还打不过齐国啊 实在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正式的造和完成撒马尔罕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建立起了康罗正兵 这也是我们的安息将军府啊 这里的正兵就进一步的给我们带来了骑兵作战能力的提升 之前已经有三副正兵了 现在加起来一共四副正兵 给我们的军事实力带来了大量的提升 而且行政容量也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啊 尽管这些少数文化的民族们给秦国的国内带来了不少的患烂度增加 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可以轻松的压制住这些叛军的 撒马尔罕也将正式成为我们秦国的西都 这里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贸易也可以进行得更加的兴盛啊 这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显然我们的路途还非常的遥远 如果想要重建华裔秩序 我们所需的身份还远远不够啊 我们距离统一华夏还非常的遥远 目前的大清帝国虽然是横跨了整个东亚和中亚的强国 而且是目前的世界第一列强 但是仍然还没有完成我们最重要的统一目标啊 与之后事如何 还请期待下一期吧 如果看得开心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以及关注 我是何川 我们下期再见